2020年台湾步入5G落地元年 借由5G高频宽低延迟的特性 除了提供超宽频无线上网服务外 还能带动视听娱乐、智慧物联网、自驾车、车联网、智慧城市等各种产业的蓬勃发展 创造庞大商级 而交通可以说是串联生活与产业活动的重要环节 台湾在这股国际趋势下也不落人后 交通部规划在淡海新市镇建构国内第一个连接生活场域及商业环境的5G试验认证场域 将台湾打造成智慧城市、交通科技服务的先驱 5G在智慧交通商的应用就使得交通更智慧化 交通不再只是为了运输从假地到异地 而是这个过程当中除了安全便利还有各种的服务 那你在这个移动的过程中的体验已经不是工具性 它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它就是一个庞大的商机 我们现在在淡海地区推这个自驾电巴168 它是全台湾第一条自驾的一个公共运输的服务 那我们很希望在这个三阶段的测试完成之后 对于自驾巴士运用在我们台湾的各个城市里面 那更有信心 经由淡海新市镇我们看到其中的很多的元素 那这个元素包含这个系统里头的规格 还有包含这个车辆里头的规格 里头要用的技术和材料 我们突然发现其实台湾都有了 那台湾的这个都有呢 都是零零散散的供应在国际上各个厂商 没有人可以把它直接连接起来 所以淡海新市镇这个意义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在这个实验场域还有全国第一处5G智慧交通实验场域专案办公室 PMO将5G与CV2X的应用结合 可提升成为智慧交通与车联网间协同运作的核心 PMO要扮演的角色是让我们能够在台湾的产业 能够集合来这样一个实验场 测试它的相关的产品跟设备 能够在国际上能够推动 这里面包括的就是创新跟验证 这个智慧交通场域所包含的人 车 路 及各项侦测技术 对于5G产业与自驾车 车联网的发展 都是重要里程碑 未来也期望能提供当地民众更便捷的交通服务 带动地方繁荣